就在上周 由陆小燕指导 张小春制作 美国艺术学院协伴 神采艺术团参演 并根据陈谦小说 爱在无爱的硅谷改编的原创话剧 爱在硅谷 在美国硅谷华裔表演艺术中心上演 爱在硅谷这部剧的剧情 主要讲一位硅谷工程师 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迷茫膨胀 同时也让人模糊了 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 整部剧对扩增现实拉近了距离 让观众大呼过瘾 话剧《爱在硅谷》的总策划 和制作人陈建平说 《爱在硅谷》从策划到排练演出 历经三年 感谢所有人的辛勤付出 《爱在硅谷》是华裔表演艺术中心 近年来难得的一部 反映湾区生活的原创作品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捧场 我们会再接再厉 为大家放线更好的作品 穿在硅谷发型 写上